馬匹已經準備好了 王奇舉起 準備 開閘時 星光大師快 在中間勁飛勝 外面還有珍珠有利 放下自在 中間一定勁 內蘭就是好人好事 跟著星光大師跑 在外面還有勝利明星 最後多陣游走進內蘭財寶家區 最後一些馬 有合一法國將軍 寬落三小尾 暫時殿後有奪冠 和這匹七彩 過這個八百 放下自在 除了眼罩反而放 第二位的馬 勝利明星 第三位 賣辯就是星光大師 中間勁飛勝 內蘭就是財寶家區 好人好事 二踏第六位 大步要生位 後面的馬 還有法國將軍 珍珠有利 和一定勁 最後些先都奪冠 合一那些馬 入貞則直路 放下自在 帶著勝利明星進來 賣辯 中間勁飛勝 一路封住了他 中檔位置 財寶家區 亦都追上來 後些好人好事 踏不著 鬥到最後百多米 透出的馬 還是放下自在 鬥著勝利明星 後面的馬 又有星光大師 財寶家區 最後五十米 放下自在 真是放得很鬆容 一放到底 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 勝利明星 第三名 財寶家區 第四名 升光大師 結果 都不知想不想得到 放下自在 放頭 結果就 放在前面走 結果一放到底 第二名的馬 勝利明星 財寶家區第三 升光大師 第四 撐出來跑 一來拖到步速都很慢 二來 剛才走一圈都有說 今次 你對上幾場 背少了八磅 變回中磅 那就贏馬了 勝利明星 今次都 很努力克服外蕩 結果賺到慢步速 就補了第二 財寶家區 就虧了步速 只是能夠追過第三 升光大師 就跑第四 四十七秒五八 頭那兩段都慢到 看預計的派彩 跑底名是四號的放下自在 一道人派九十七個半 位置派二十六元 跑第二名十二號 勝利明星 位置派三十二個半 跑第三名九號 財寶家區 位置派十九元 連贏位四答十二 派三百九十二個半 三門彩四號十二號 九號派五千三百五十元 單止派九百七十五元 位置Q四答十二派一百一十一元 四答九派八十二元 九答十二派一百零一元 跑第四名是五號的升光大師 終於都贏了 三隻都是最後階段 駱菲很急的馬來的 駱菲 還有那隻 勁飛 勝 看一個組合導人三選一 勝出了A2的隔夜半彩門 派三十八個半 那隻最誇張 駱菲一家 但是這裏三隻 駱菲馬救成的三門組都是五千多 來母那兩隻大切嚴門 很誇張 都只有五千多 星光大師手的位置都對 始終一檔 他又可以跟到一個萬匹繩 躺在前面 但是直路就不是太多 財寶家駒呢 今天都偉大很厲害 我放到籃 轉彎那裏又抹著他 看他轉得都順順 這裏又追回第三 羅里亞 他又分點賣贏一下 近期間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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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隻跑到四 那些位置都扭歪了 我的朋友都可能很情有獨鐘 對於四、十二都說這些Q 穿上格子了 12號也是有很多票 四當然也是 財寶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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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位一定是粉紅色 裡面那隻好人好事,好立暖 轉彎撞了人出去 財寶家區貼蘭位置,旁邊珍珠有利 後一點才是法國將軍 見到合一 尾三位置就是歡樂三少爺 奪冠,包在尾那隻是七彩 熱門星光大師的位置挺漂亮 其實他沒有 都是比較失望 這裏雖然說要等那隻勁飛勝走開 但是那隻馬沒有 其實前那四隻都是賺萬步速的 包括那隻勁飛勝 反為蝕那隻就是財寶家區 回到來星光大師當然失望 其實另外那隻勁飛勝都是麻馬 不過我覺得他追可能會好過防 今天可能是因應的形勢 好人好事可以當他沒有跑 這場一起步慢就亂了 對,亂殺大龍 轉彎那裏 好了,覆綁完畢了,派彩作實 位置Q4答12派1111元 4答9派82元 9答12派101元 組合獨贏3選1 勝出組合A2隔夜半熱門 派38個半 4連環派469元 4重彩派16640元 坦媽寶3場5、4場4 重彩派392個半 3場5、4場12 安慰獎派74元 馬鐵派17451元 分段時間頭短就好慢了 24秒74 跟著那段正常發 22秒84 跟著目段22秒08 總時間1分09秒66 總時間慢於標準時間不足一線 多謝